在大明王朝灭亡的最后十几年里 皇太极所率领的八旗大军 曾经先后五次突破长城 进攻中原 甚至一度占领了山东东地 但这五次入侵并没有使明朝灭亡 这究竟是为什么 在曾经的中原大力上 究竟又上演过怎样悲壮 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北京满学会会长严初年 为你再现明王清兴六十年之中原悲歌 明朝崇祯皇帝在位的十七年里 他的老对手皇太极 不仅在王朝的辽东地区 发动过许多次大威武的进攻 甚至还先后五次突破了长城 直接进攻明朝的心脏 北京进其周边地区 皇太极的八旗大军甚至还一度向南 占领了山东的济南 崇祯皇帝对于刚刚登上王位不久 就发生的那一场北京宝贵战 应当是记忆有信 在那场战争中 明朝不仅损失了抗击精英的民主人物 原宠贯地 而且北京城也险些陷队 但就是在这样惨痛的教育面前 唐河大军王朝为什么却被清军一次又一次地突破长城 让整个首屋地区惨遭战火力量 而在皇太极对明朝中原的五次进行中 为什么却没有像后来的1644年那样 直接定名北京 在曾经的中原大陛上 究竟又上演过怎样悲壮残残疑呢 北京社会科学研究员 北京满学会会长严崇祐 将于一同揭开皇太平五入中原之时 并在现明王清新六十年之中原悲歌 大家好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中原悲歌 这个在明王清新的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幕 为什么 黄太极时期 他通明朝 总共打了八场大战 在关外三场 在关内五场 关外第一场 就是明锦之战 结果黄太极打败了 我们讲过 第二场是大灵河之战 结果祖大寿投降 后来又跑到锦州 第三场是松锦大战 红成筹统帅13万大军 结果全军覆没 红成筹祖大寿都投降了清朝 这是关外 关内 相后有五次 黄太极的军队 突破长城 进入中原 第一次 是天聪三年 冲德二年 1629年 就是袁冲焕保卫 北京内战 我们讲过了 袁冲焕在这次战争当中 冲真皇帝 中了黄太极的反剑计 袁冲焕平台落狱 第二年就被折死 于是 第二次 就是黄太极 帅了冲队 到了张家口一带 他主要是打林丹汉 结果林丹汉 西走青海 他扑了个弓 为了解决军队疾痒 就突破长城 进到长城一里 进行骚扰强掠 但这次规模不大 重要的是第三第五次 今天我就讲这三次 黄太极前两次进攻中原 并没有遇到太多 而且林丹汉实现定顶选经 逐温中原的梦想 他差点 那么黄太极随后对明朝中原地区 发起了进攻 忽有什么新的进展 已经有过失败教训的 明朝崇祯皇帝 又怎么会给黄太极 以可乘之机呢 下面讲第一个题目 一 要兵经级 崇德元年 崇祯九年 1636年 黄太极 派他的弟弟 阿基哥 就是多尔滚的同胞哥哥 统帅 清朝的军队 来进入中原 黄太极 黄太极为什么他要进兵中原呢 有一个道理 就是黄太极曾经打过一次大灵河之战 我们讲过 这次战争打得非常惨烈 先包围大灵河城 最后大灵河城里面 是先吃马肉 又吃人肉 最后是人吃人 这一仗黄太极打赢了 把大灵河城攻克了 把大灵河城的首将 明 锦州总兵 祖大寿 相服了 按说是得到胜利了 这场战争之后 黄太极很高兴 召开最高军事会议 各期的旗主 贝勒诸王 讨论 下一步仗怎么打 他的一个弟弟 叫阿基哥 就提出来 说仗不能怎么打 你花了这么大的力气 打了一个大灵河城 打完了你又不守 把城毁了 你得到了什么呢 得到了城 空城一座 你还毁掉 没用 得到土地 你没得土地 你又撤回沈阳了 得到人口 降服了一万多人 这一万多人 你还管他饭吃啊 当时候今闹饥荒啊 自己都没有饭吃 你还得养这批人呢 你杀了他们 名声不好 养着他们 你又没有粮食 所以阿基哥认为啊 你不要再打 类似大灵河城 这样的战争了 名义上好听啊 你把大灵河城攻克了 实际上 没有得到任何的实惠 阿基哥有一段话 清太宗实录 座里记载 阿基哥说 部下士族 及新俗蒙古等 一无所获 皆以为徒劳 就是说 满洲的兵士 还有新归服的蒙古的官兵 所有的士族 一无所获 什么没得到啊 简单来说呀 没有抢到东西 粮食 衣服 金银 财宝 都没得到 白白辛苦了好几个月 勿宿荒野 拼命厮杀 无所获 怎么办 经过军事会议 商量 最后皇太极决策 进兵中原 进行掳掠 满足广大官兵的 财富的欲望 于是就发动了 第三次 入赛的战争 一心为强掠而来的八起兵 虽然来势挺多 但是明朝的军队 也不是吃白饭 前两次被清军 突破长城 威胁北京的残忠教军 还利弊在里 况且 如果谁把清军放得见 那崇祯皇帝 一定不会饶过他 在这样的情况下 清朝的八起军 怎么可能突破 坚固的长城防线 这次战争 有阿基格 统帅 帅的军队 就进攻长城 长城啊 明朝的守备很严密 但是有很多的疏漏 因为长城太长 八起军队就找了几个薄弱环节 就打进来 打进来之后 主要在京急地区 就是北京附近地区 他没有打北京 因为打过北京 知道北京城墙很高 护城河很宽 难以攻击 他怎么办呢 就绕着北京城 从北往西 西南南面 北京的东南 东面东北 整个围绕北京绕着一圈 绕着一圈呢 就是一个辅 一个辅的打 一个城 一个城的打 打到哪 抢到哪 抢到哪 打到哪 明朝的军队 是很符穷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打到昌平 昌平的守将 开始还象征性的防一下 但是阿基格是很聪明的 他想把俘虏的两千人 事先做了工作 就放回到昌平 让他们做里应外合 阿基格军队打成的时候 打得很激烈 撑上一些手 结果这两千人里头 有人做内应 把城门打开 是外攻内应 就把城门打下来 打下之后 总兵 叫曹匹昌 堂堂总兵 没有认真的抵抗 替发 投降 向了清朝 但是很多的夏季的官员 还有一些百姓 在清朝军队进攻面前 表现了气节 表现了不屈的精神 比如说 有一个人叫陆善记 这个人呢 是晋世出身 他呢 因为种种原因 就退职还乡了 这个人是定县 今河北定州市人 八起军队就达到他这个县城了 他家是江村人 他从江村村里就到城里 和其他人一起来保卫定县 定县军民坚持了七天七夜 寡不敌众 城破 城破了 陆善记就被俘了 杀之前 要把他衣服剥下来 用八起军队啊 他们呢 是一缺粮食而缺衣服 特别在家属里面缺衣服 又把他衣服扒下来抢走 陆继善说 天朝陆太长衣 能给你们这些狗农才穿吗 要杀就杀 衣服不可脱 陆善记拒绝脱衣服 给八起的官兵 八起官兵非常愤怒 就拿刀砍他 把他砍死了 年62岁 在这种情况下 有人做了一个评论 整个大明皇朝 是日落西山 洁净崩溃了 陆善记这种行为 是个什么样子呢 评论说 鹏一溃 一塞溃穿 碗杯水 一浇烈岩 你鹏了这么一桶土 来堵塞绝的这个河堤 你快了这么一杯水 来浇来灭火 当然是不可能了 但是 陆善记这种精神 却反映了中华民族 爱国的情怀 面对清朝八起军的警告 我们看到了许许多多的 普通民众和下级官员们 在奋级里面 在辽阔的中原大地上 演出了一幕 悲壮的历史证据 但是 在这惨烈的战略中 我们却很少看到 大明王朝的高级官员 那么 这些人究竟在做什么呢 广告之后继续讲书 但是高官怎么样啊 高官我讲两个例子 一个叫梁廷栋 做过兵部尚书 要杀袁冲换这个奏书 就是梁廷栋杀 后来 崇祯华也对他不高兴了 贬成兵部室了 让他带领 宣服 山西 大统 这三个镇的兵 来赌鱼 阿基格的军队 这个梁廷栋啊 是在阿基格军队的后头 你走 我一走 你退 我也退 追而不打 他心里头啊 整天郁闷 你是兵部尚书 贬了官了 还不敢打 结果 等到阿基格退兵之后 他郁闷而死 死之后 皇帝冲下责任 要杀的 一查 他已经郁闷的急死了 所以就没有再追究 还有一个例子 这兵部尚书张凤义 八起军队打进来 他兵部尚有责任呢 他带兵 从阿基格军队抵抗 他也是 带了军队之后 在阿基格军队的后面 你走 我走 你停 我停 就是不交火 他想了 他是兵部尚书 他前头有例子 我们讲过 北京保卫战的时候 兵部尚书 王架先下狱 死了 袁冲焕 死了 他也没有好的结果 他想 事情之后 他可能也要死 他不打仗 带了兵天天什么 天天吃打荒 天天吃打荒 仗刚结束 他死了 史书啊 拼了五个字 他拒罪 引药也 就是他 知道得罪 害怕 天天吃 要死的药 这场战 刚结束 他也死了 他就免得 官场 追究他责任 杀头 这样不可以保持一个 全尸吗 到现在 已经三次被突破的 长城守军 应当会有了足够的记性 如果长城再被京军囊破 那么重置好地 怎么会轻易地 饶获这些守卫的官员 那么面对 已经加强了防守的 明朝军队 清朝八级军 这一次的突破口 会选在哪里呢 二 高扬碑格 冲德三年 冲政十一年 一六 三八年 黄太基 右派他的弟弟 多儿国恩 还有他的侄子 岳托 率领大军 第四次 破墙 误翻中原 这一次 他是先达长城的 这个强子岭 事先了解到 强子岭 明朝有众军把守 一手难攻 于是呢 他们就侦探 强子岭旁边 有两个残破的碍口 可以从那儿突入 于是清军呢 就架着人梯 在一个非常艰险的 一个山路上 就突破了长城 突破长城 就从长城进来 这个时候 强子岭的首将 总兵吴国郡 纪辽总督吴阿恒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监军太监 叫邓西赵 他们在这守卫 这长城 把其军攻进来了 达到他们 驻地了 这个时候 他们三位大员 在做什么呢 这个监军太监呢 邓西赵过生日 总兵 纪辽 总督 都给他拍马屁呀 给他祝寿呢 喝酒 歌舞 喝得鸣铛打醉 这个时候 接到军包 八戒军的包围了 这个总兵 吴国郡 喝着醉醺醺的 带来兵 就出去印第 打了几个回合 就败逃 被八戒冰 给杀了 那个纪辽总督 吴阿恒呢 也是 做了一番挣扎 还是喝着酒呢 醉醺醺醺醺的呀 你怎么打仗啊 一看不行 他就帅一部人败逃 后来 崇祯皇帝活了 就把这个 宗都给杀了 还有那个太监 监军太监 后来也没好下场 就这样 八旗的军队 就突破了长城 就进到北京的城外了 多尔滚率领这个八旗的军队呀 到了北京的北郊之后 怎么办 诸位啊 兵分拔路 西路沿着太行山的脚下 望南 东路沿着京航大运河望南 中介 一二三四五六六路 合结了八路 停推着望南走 一直推到济南府啊 一千多年 这八路我们不能都说了 我先说西路 沿那北京的西郊 昌平 延庆 房山 再望南 就到了现在保定地区 再望南 到了高雅 河北高雅 这个时候啊 孙称宗 他是高雅人 他已经在家养老 过去我讲过 孙称宗是大学士 天启皇帝老师 兵部尚书 兼寄疗主持 他在家里头养老 一听说 清朝的军队 要达高雅县城 他带领家眷 从村里头 到了县城 和县里头的军民 一起守卫 高雅县城 清朝的军队 猛烈的攻城 他有火气啊 但是没有一个间隙 战斗打得非常激烈 成功破了 孙称宗啊 是清朝人知道啊 用当年关宁锦房线 是孙称宗和袁州万建 所以对待孙称宗格外客气 没有杀他 良言相劝 让他偷写 孙称宗说 我天朝大臣 成王与王 死而物多言 我是大明朝的大臣 成存与存 成王 我与王 共王 死而死了 也没关系 孙称宗 成羡落以后 一看也不行了 自己被俘了 忘却 叩头 忘了北京皇宫 叩头 然后 自一而死 年 七十有六 不仅如此啊 孙称宗的儿孙家眷亲友 跟他在一块 四十多人 完全自禁 唯独有一个儿子在外地做官 没有死 后来才叫儿子给孙称宗 整理了个集子 船舍 西边的这一路八旗军 已经攻占了北京周边的荡片地区 但这似乎并非是八旗的主力 多尔滚亲自率领的那日东路部队 他们到哪里去 此时此刻又是怎样一番情景呢 多尔滚等等率的军队 沿的运河就往南打 直指德州 德州是山东的一个重镇 当时明朝的官员认为清军必打德州 于是总兵等等集中兵力来守卫和救援德州 多尔滚叫魏亲王聪明啊 多尔滚就没有打地 就绕过了德州直邪党 进来 济南府城是被招了之后 清理总结抵抗 但是刮不定重 多尔滚率领清军 就把济南府府城啊 给攻破了 攻破之后 城里头有巷战 通清军搏斗 多尔滚就下令 炼进攻待屠杀 杀了多少人 有的史书记载 城里头尸体 十三万巨 就是杀了十三万人 这个数字未必可靠 但是说明 杀的人很多 这一仗 不仅仅是杀了百姓啊 清军总共 俘虏和杀了一些什么人呢 我们看一下 清太宗十路进来 所获 人去 计 四十六万 两千三百零三 广右翼军队 鲁掠的黄金 是四千零三十九两 白银 九十七万 七千四百零六两 这光是右翼军队一面 左翼军队的数字没有上报 就没有记录下来 大提 一次想法 大明王朝首都附近地区 已经是第四次被清军所袭击 事情有再一再二再三 哪有再四的道理 更可能 黄太极还要第五次大体进攻中 我们真的已经很难想象 已经吃了这么多次亏的崇祯皇帝 怎么可能让黄太极再次得手 广告之后继续将军 刚才说到 黄太极用几乎完全相同的手段 接连进攻明朝中原地区 而且次次得手 我们已经很难想象 已经吃了这么多次亏的崇祯皇帝 怎么可能让黄太极再得手一次 三 高官被杀 崇德七年 继崇祯十五年 1642年 李明朝灭亡只有两年 黄太极发动第五次 五官无礼 这一次黄太极派在帝国 阿波泰 率领军队 主要范围还是在北京四围的地区 因为这个地区比较富庶 先进攻北京宗教地区 三河 保紧 玩了沿着运河再往南 因为运河两岸是比较富庶的 一直到了林青 林青这一仗打得非常惨 城里面坚持 后进军队就攻打 打下城之后吧 城里的还反抗 军民反抗 就进行巷战 巷战是非常残酷的 因为你林青的官兵 你很多是手拿一个木棍 或者拿了长矛 你对后进的骑兵 你当然是个弱士 但是还是英勇抵抗 我举一个例子 天津一个参将 叫贺炳月 他父亲死 他扶着他父亲的灵灸 回家发丧 路过林青 正好被围在城里 这个贺炳月呢 就不顾他父亲的这个 关九了 和林青的兵民一块 来看清 最后 尸济淡绝 死在街巷里面 再举一个例子 何坚府的知府 叫严印绍 他全家都参加这个保卫战 最后还是寡不敌众 撑破了 他带他手下人到他这个官府里面 然后纵火把牙面烧了 自己也自焚而死 就说我宁死 不嫌 清军打到林青 以后又回过头 往北打 就到了这个围县 围县城也抵抗 除了官兵以外 还有城市的居民 上城守卫 这个时候 有一个原来担任神父的 叫张尔忠 年老 有病 卧床不起 他让他的手下的人 把他这个床 病床抬着 抬到前线 抬到城上 他用我卧床的这个居体 来挡清朝军队的那个箭头 掩护其他的人 来射箭 来反抗 当然他的病体 中了很多的箭 就死在 病床上 清军在京市附近地区 大肆进攻和抢护地区 我们似乎只是看到了 各个地方在奋起抵抗 黄太太的大部队 在整个大明王朝的京畿地区 遭到如此惨重损失的危机时 明朝的主力部队 哪里去了 他们都在干什么呢 这时候明朝军队做什么 正式的官兵做什么 我刚才说是守城啊 大学士周焰如 过去我们提到过 因为情况紧急 他带兵在前线 要从清军作战 大学士啊 带兵作战 天天喝酒 听战 不仅如此 而且每天望皇帝那奏报 今天打了胜仗了 消灭敌人多少 明天我又打胜仗了 消灭敌人多少 荒唐 史书怎么记载这个周焰如呢 这么说的 唯欲目下客 饮酒娱乐 而日成章奏节 这是明时周焰如传说 天天和这些部下 盟客 喝酒娱乐 嗨天天写报告 我打了胜仗了 每天写报告 每天报告战果 无耻啊 无耻 后来崇祯皇帝发现了 赐他自尽 我说他死有余辜 千道万寡 都不为过 这一仗 就是清军第五次入赛 是个什么结果呢 清朝自己的报道说 与明镜作战共三十九次 升秦明总兵五元 道元五元 副将五元 残降八元 游击四元 一共二十七元 全部出赎 这一仗 一共 攻克了明朝三个府城 十八个州城 六十七个县城 一共八十八座城镇 清军 奴略了财物 清太宗十路 自己做的记载 说 一黄金 一万二千二百五十两 白银 二十二万零 五千二百七十七两 珍珠 四千四百四十两 筹断 五万二千二百三十匹 断一匹 一万三千八百四十零 雕皮等五百多张 死货 三十六万九千二百六十人 牲畜五十五万一千零四十余头 总共辅获人数九十二万零三百 黄太极派军队五入中原 特别是第三第四第五次入中原 这个 对黄太极来说 扩大了政治影响 打击了明朝的军事实力 掳掠了大量财富 对明朝来说 特别是对中原百姓来说 是一场空前浩劫 这样一来 就加深了中原官民的矛盾 压重了民众的苦难 触发了中原地区的民变 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这一讲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 就在黄太极扫清了山海关外的明朝军队 愁愁满志地准备进攻北京 逐渡中原的时候 他却非常突然地死去 年轻的青芒潮陷入了一场皇位的争斗 胜权在握的瑞青芒多尔滚 在这样的混乱中强势登场 但是究竟为什么最终继承大清皇位的 却是一个年仅六岁的孩子福林 在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北京满军会会长严重年 为您揭秘 明王清新六十年制 多尔滚设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